我因为最近读了李云老师的一篇书评 买了本德国人文学者尼尔斯·维贝尔的新书《蚂蚁社会》 哪知道这本书对我来讲有一点尖色 并不像李老师的文章写的举重若轻 我每天只能读十页不到 期间倒是因为好奇 看了好几本有关蚂蚁的科普和幻想小说 我对蚂蚁的兴趣开始于小时候蹲在地上 用冰棍杆捅蚂蚁窝 我那个时候对蚂蚁的印象是 它们和正经的大人差不多 都有一种螺丝钉精神 把职责看得比活着还重要 你把一只蚂蚁拖出它的行动路线 它即使是断了两条腿 也要想尽办法爬回去 你碾死了几只蚂蚁 也并不妨碍其他的蚂蚁继续保持对联 即便你残酷地毁掉了一个蚂蚁洞穴 很快更多的蚂蚁就会从其他的洞穴里涌出来 继续奔赴牙虫 融化成一滩糖水的冰棍 争分夺秒地完成它们被中断的工作 连我这样的小孩都能感觉到 蚁群和人类社会的相似性 按照蚂蚁社会风底的说法 人并非像蚂蚁 人就是蚂蚁 也许我们不该俯视 而是要带着某种敬畏 至少是平视的视角去观察蚂蚁 领受它们的教训 蚂蚁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动物之一 也有很多动物学家认为是没有之一 蚂蚁只是截肢动物门 昆虫缸 磨翅木下的一个科 种类上占已知昆虫的七十分之一 但是地球上所有蚂蚁的总重量 却占到了全部昆虫重量的一半 各种蚂蚁成功地征服了 南北两极之外的所有陆地 相比数量庞大的蚂蚁 全世界大约只有五百名蚂蚁学家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 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爱德华·威尔逊 他是当代社会生物学的学科开创者 威尔逊说 和人类学家 心理学家最爱的黑猩猩比起来 研究蚂蚁是更有科学的趣味性的 蚂蚁有复杂的社会交流 在进化上的成功之道和人很近似 那就是擅长交谈 一个乙穴里的蚂蚁数量 可以达到两千万只以上 要实现成员间的功能协调 就必须拥有可靠的交流系统 蚂蚁能制造出 十到二十种不同的化学物质 表示具体的请求或者是警告 通过身体接触 或者留在身后的化学痕迹 把这些信息素传播出去 显然通过简单的信息增强体系 蚂蚁社会就能完成复杂的任务 威尔逊认为最聪明的黑猩猩 也只是表现为独自玩一些把戏 并没有蚂蚁这么高的社会学 或者是生态学意义 估计比他年轻五岁的 珍妮古道尔听了这话 就会气得退群 不过蚂蚁的社会成就 确实显而易见 在一个蚁穴里 不仅有一只蚁后 许多公蚁和少量的熊蚁 还有许多不同的形态 要完成不同的任务 从门卫到食物采集 从士兵到保姆 不同于狼 狐狸 狮子 鲸鱼 这些政治象征形象 作为政治动物的蚂蚁 总是许多只一起出现 还具备许多特征 按《蚂蚁社会》这本书的列举和论证 这些特征 到了19世纪 就被理解成功能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促进了现代社会学的诞生 蚂蚁会维持一只长辈菌 进行征服和掠夺 没有其他的动物和昆虫的文明 能达到这种复杂程度 一个蚁穴里包含着 若干不同等级的职业品级 还有一些处于不同生长期的蚂蚁 工蚁承担着种类繁多的任务 其中看护蚁负责照顾卵 幼虫和勇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 在蚁穴受到威胁的时候 看护蚁会把它们搬走 或者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 把它们从巢里的一处运到另一处 这样一来 当蚁穴随着太阳的移动 而变得或暖或冷的时候 它们就能保持合适的温度 它们还会掳掠其他的蚁穴的蚂蚁 充当奴隶 这种现象被当代的蚁学家 称之为是奴役义种 续奴蚁完全依靠 引入外来者来维持生存 它们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公义 以至于亚伯拉罕·林肯 采用了相反的策略 暗示美国白人们 应该在道德方面超越蚂蚁 热带地区的行军蚁 根本没有真正的蚁穴 每到过夜的时候 它们只需要凝聚成群 并且悬挂起来 就能环绕以后形成露营地 到了捕猎的时候 整个蚁群都会加入行军 从地面上席卷而过 吃掉路上的任何食物 直到夜幕再次降临 你看 人类的行军 哪里能达到这样的效能和一致性了 要是用儿童文学的语言来说 我们人就是一群历经了千万年 才勉强建立了 类似于蚂蚁社会水平的猴子 现在我们是蚂蚁的晚辈 将来恐怕也没有他们存续的长久 从古至今的政治家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一到要为国家和社群 设计社会秩序模型的时候 就要启动近似于是仿生学的思维 去参考蚂蚁的社会 我最近从书上读到了三场 有关蚂蚁的观点对战 也可以代表我们人对于自身的认识过程 第一场存在于哲学家之间 在人对自己和蚂蚁的了解 都相当古朴的轴心时代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 人类从本质属性上 是一种类似蚂蚁和蜜蜂的政治动物 发自天性的要建立国家 你看蚂蚁穴并不像一个帝国 而是像一个希腊城邦 这是一种强制的团体性 人必须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里 没有城邦就没法生存 那么进一步的推论是 人所追求的善是一种集体事业 群体比个体重要 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品质 在于他为城邦奉献了什么 人类的政治思想不可能停滞不前 和他对战的是一千多年以后的 英国政治学家哲学家霍布斯 他认为人并没有天生的政治性 或者是社会性 人性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权衡利弊得失 没有什么共同体的善 天生就把人规定好了 恰恰相反 共同体的善 是人们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 为了大家都好过一点 大家才放下了屠刀 把权力交给国家 这个国家就叫利维坦 利维坦是所有人契约的产物 它的基础就是大家的同意 所以它负责制定 对于大家都公平的规则 并且保证规则的执行 善是由规则定出来的 规则是由利维坦定出来的 利维坦是由只有生存天性 和理性的人定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完全把顺序搞反了 李云老师在他的文章里 还为两位哲学家 继续设计了一段辩论 亚里士多德反驳说 难道蚁群成为蚁群 是因为每只蚂蚁都同意的吗 霍布斯回答 难道人和蚂蚁是一样的吗 蚂蚁求生存 人也是 但是人有理性 蚂蚁有吗 蚂蚁到底有没有理性 它对生存的体验是什么 这也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 我们恐怕只能借助幻想 像很多预言故事 还有格列佛游记那样 对动物进行拟人化 其实是一个坑 用人格化的动物和人进行比较 再反过来批判人的本性 并没有建立太有价值的参照课题 有一套奇幻小说 在这方面做得深入一些 就是法国畅销书作家 贝尔纳·维尔贝尔的 《蚂蚁帝国三部曲》 被很多的欧洲国家 纳入了中学生生物学教学大纲 维尔贝尔从小喜欢昆虫 以当代生物学研究为基础 创造了一个完整的 蚂蚁帝国设定 话说贺尔联邦 发展成了蚂蚁世界的霸主 在他们的古老传说里 人被称为是手指 就是我们这些当年的熊孩子 祸害蚂蚁的主要作案工具 现在蚂蚁要利用自己的社会文明 来和人类正面竞争了 看一看到底谁才是地球的主宰 其中人类科学家的原型 就是爱德华·威尔逊 威尔逊早期的研究证明 以后兵蚁和工蚁外观的变异 是因为器官的生长速度不同导致的 蚂蚁社会阶层的进化也如此 始于一个基础形式 然后一点一滴的朝向 多种不同外星发展 威尔贝尔的幻想 是基于这些学术基础的 小说里说 为了明白蚂蚁之所以 从来不害怕的原因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点 那就是蚂蚁过的是群居生活 它们互相合作 好像是人体里的一个器官 而它们则是构成器官的每一个细胞 当我们剪指甲的时候 当我们刮胡子的时候 我们下巴上的毛 会因为剃刀的靠近而瑟瑟发抖吗 当一只蚂蚁找到了真正属于它的位置 它就会什么都不怕了 因为它并不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 它也不会感到对于其他个体的妒忌和怨恨 如果我们的心中只有共同的集体 忘却了个人的利益 那我们就会忽视痛苦的存在 这也许就是蚂蚁社会成功的一个秘诀所在吧 我今天要说的第二场观点对战 就存在于这部小说里的一个桥段 当人类通过电报形式和蚂蚁沟通的时候 被蚂蚁好一顿挖苦 它说 毫无疑问 你们的文明比我们的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 我的确已经看到了其中最根本的部分 你们人是一种邪恶的动物 对周围的一切都毫不尊重 你们唯一关心的问题 就是如何积累你们所谓的钱那种东西 你们先是杀人 然后才会讨论 你们在自我毁灭 又在用同样的方式毁灭自然 在遇到你们之前 我们曾碰到过蟑螂 他们教了我一点东西 能爱自己的人才会被爱 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才会有人帮助 你们对自己的爱都不够 又如何让别人来爱你们 好在蚂蚁帝国的决策者是拥有高度理性的 他说 我们不能和你们作战 你们也不能和我们作战 我们两类生物还没有一方强大到足以消灭另一方 既然我们不能互相残杀 那就必须要互相帮助 而且 我相信我们需要你们 我们有些东西要从你们的世界里学习 所以绝不应该在学会这些东西以前杀死你们 在这套畅销书里 人的自我反思至少是部分建立起来了 下面我们再回到社会生物学主场 看看一场由维尔逊本人 对阵动物行为学家德伯拉·格登的争论 1994年 格登发表了一篇批判维尔逊的文章 维尔逊研究的当然不只是蚂蚁本身 他对社会学 对于人类本性的研究 和他的保守主义政治观点是有直接联系的 他认为蚂蚁有固定的分工和行为功能 这是一种进化的样本 忠诚 纪律和自我牺牲 也应该是人类的本质属性 格登认为 这位学术权威错误地理解了蚂蚁的行为 蚂蚁的行为其实有很大的随意性 这让它们能够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短期反应 之后才发展出长期的适应行为 成为了相对固定的分工 如果行为从一开始就固定不变 那么蚂蚁很容易成为自然选择的活靶子 根本不会获得如此的成功 他还暗示 威尔逊崇拜蚂蚁 是因为它们有严密的组织管理 可以把它作为人类的榜样来推荐 这种思想是有点危险的 你看 这段动物学的学术纷争 不是简单的动物学研究方法和结论的争议 它是关乎人类本性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观争议 那么这些还没有结果的争论该怎么收尾呢 还是回到小说 蚂蚁对人类的唯一正面评价是 你们也有吸引我的东西 啊 你们的那些话 我真崇拜这个叫达芬奇的手指 他用画画来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创造出一点用处也没有 只是一味用来表现美感的东西 这种想法真是太绝了 是的 人类的艺术不只是点缀 它很可能是其他五种眼里 我们唯一值得一看的东西 审美能力本该是我们最基础 最重要的能力 不认识美的人 恐怕也难以体验善 期待你的不同感悟 我是